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过来就是讲因为他手里有东西 另外一句话就不怕贼偷就怕贼垫 这个有钱的人总觉得别人都是贼 他老站在有钱有利益 他一定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防范别人 对吧 去防范别人 权利者会认为别人都是要把自己的权利弄掉 但是当你真正从明白做人的道理的时候 真正从做人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人都看得明白 有些事情该怎么办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 指出中共这个体制 共产党本身最致命的东西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国网络观察致命性问题 文章写的很长了 他上来讲说什么叫致命性的问题 是指政治意义上的致命性 致命性问题就是指某一类问题 可以一举彻底暴露当权者的无耻与非法 令当权者难于或者甚至无法招架 然后他就提到了皇帝的新装 他前面这个引子很长 然后提到一个专制强权之难 这个双音了 知难也好知难也好 他讲中共国内外的观察家 有一个基本共识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不是中华民族 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及其政府官员 凭借一党独裁的权力 肆意贪污大发横财 这一共识的如此普遍 如此不可抗拒 以至于中共最高当局 也常常不得不扭扭捏捏的承认 这会亡党亡国的 然后他就讲了这个体制的最邪恶性 无论他是以党的名义 以国家的名义 以政府的名义 以任何的名义 但是他主要的目的 第一 打着实行共产的旗号 将私有财产充公 第二 打着推行改革的旗号 将公有财产化为私有 上期节目咱提到什么云南 有一个就是强拆了 现在强拆的概念 强拆的概念 是以建设祖国的借口为说法 把老百姓的东西全干掉 没错吧 很多民营企业家 以国家法律的名义 干掉 干掉你们的钱呢 以推行改革的旗号 成了他们家 薄熙来唱红打黑 就这个 打黑 以国家的名义 把私有财产拿走 唱红 以改革的名义 以精神的名义 以团结的名义 以意志的名义 成为他 国家的财产 都在这么做 他紧接着讲 虽然中共握有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 控制着大众传媒 可以肆意抓捕 镇压 杀虐那些批评者 也可以毫无愧色的 而且长期一贯的指路为马 颠倒黑白 然而 然而这个专制国家的政权的枪杆子 笔杆子 尽管有效有力 但是效力毕竟是有限的 直接他提到 一生忠于中共的当今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被说成反党 关了16年黑牢 16年黑牢里面有5年 关的是小号 然后紧接他就提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他说让世界上笑掉大牙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中国官员的财产现在不能公开 是因为条件还不成熟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一点 国家的财产 民众的财产 依照着刚才说的那两条 都成为了各地方各部门 以至中共最上层各自握有权力者 在他们未以国家的名义的过程中 把财产据为己有 这只有这样独裁的体制 才会使他的权力绝对化 当他在任何一个部门 任何一个地方权力绝对化的时候 他自然会把财产装到自己的兜里面 当一个在这样的体制之下 放大人们欲望的时候 他也就自然会出现荒音无度贪婪 那种无耻的做法 那网上就紧接着有另外一条消息 提到王岐山的最近的动作 BBC报道这么说 中共启动了第二轮反腐巡视 强调震慑作用 中纪委和中国政府的监察部发布消息 中纪委已经启动了第二轮反腐巡视工作 同第一轮一样派出十个巡视组 他提到说 五月份曾经有过第一次的巡视 分别像内蒙古江西湖北 重庆贵州水利部 中两储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人民大学派出了巡视组 那这一次呢 是去了山西 吉林 安徽 湖南 广东 云南 新华社 古土资源部 他讲这第二次了 但他这里突出的说 这第二轮巡回主要是针对一把手进行监督 这是他说出来的 那我自己觉得呢 这里头就有点有点事可以看 王岐山 我们说过 我前面有另外节目讲过 其实王岐山跟这个习近平俩哥俩 叼着绑子把中共十一大 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的人员的最后的结果 给打了一个稀巴烂 要记住反腐是制表没制本 他还没最终的目的在哪 不知道 而针对第一把手的震慑作用 是中共上层对地方完全失控的表现 而这样的做法能起什么作用呢 王岐这个习近平到了河北省 那没问题 大家你弄我我弄你 巡视组到了下面 你让省的宣传部长去告省委书记的小壮 省宣传部长心里还打鼓呢 你别把我点了天灯哎 我告了他 你走了 他知道了就整我了 官场就是你死我活 这种正是他他说的词我觉得王岐山也有也有讲究了 取着震慑作用 省级一把手是你的敌人 是党中央的 是你中共最上层的敌人 是你中共上层的根本无法把握的人 你只能派巡视组就像巡抚大臣似的给他压着 吓唬他 给他吓尿 买点尿不湿 这是个什么体制呢 你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词类 实际你大家想想就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应该真正底牌没亮 真正往哪去也没说 他最终的结果我们只能等着瞧 那我们知道呢 星期五那对头算也就一天多一点了 那薄熙来这个案子就出结果了 那这件事情可能给大家就带皮了 也就没有什么太多反应了 那可是我在这个法广上呢 看到一篇文章 他实际是援引的明报的一篇文章 是一个评论性文章 我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到位的 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呢 有他很独到的地方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薄熙来啊 没让国人清醒 反倒成了一尽迷魂汤 那文章呢 他直接引述的是这个明报的署名周舵的一篇文章 那周舵呢 实际是当时八九六四时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 他直接讲说海外媒体普遍低估了薄熙来的民众基础 多从中共高层权斗解释 薄熙来在中共高层当然是有同情者 但是他的政治才能不局限于此 他直接讲说 薄熙来实际是借助广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 蛊惑煽动底层民众 借着社会危机而上台 如果他上台之后 摇身一变会成为大独裁者 他提到拿破仑 希特勒等等等等 都是这样的人 这就是他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揭示出薄熙来的操作 其实在独裁 在独裁的体制之下 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很多人都在利用这些 来达到他们真正自己的目的 对吧 达到他真正自己的目的 大家想想 其实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我一直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当触及到人性的那一面的时候 我说触及到人性的一面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民主的概念 让社会转型成一个服务型的社会的时候 他大开杀截 干掉胡耀邦 干掉这个赵子洋 都是因为这个 而在明报披露之前 在网络上另外一个评论讲说 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改革严重之后 极左势力强大 当前的中国向极左的制度倒退 危险不能低估 他说在这个背景之下 薄熙来这件事情如何如何如何 我觉得还是站在了左和右 但是在共产党的框架之下 说左说右都是方法 都是为了共产党本身 都是想利用共产党本身 获得自己的利益和权力 同样是扼杀人性 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抛弃中共的原因所在 不在于什么左了右了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都是都是骗手 最大的根据原因 就是尊重人自己 千万别在方法上如何 尊重人的尊严 尊重人自己 从生命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而不仅仅从人的利益的得失去看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